好,终于到了我们的立题的金奖了 那这部分的题目呢,不多啊 希望大家呢,每道题都要把它给拿下 而且认真的总结 以便你在呢,做我们的客户作业 以及后面的考试当中 能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好吧 好,那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说小明从家到学校的时候呢 前面一半路程,它是步行的 后面一半路程,它是乘车的 好了,读到这里呢,我们信中一金,对吧 原来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其实呢,就考平均速度 往往是把路程分半呢,或者是把时间分半 是不是,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比较急哦,不要慌张 好,来说,它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呢 就是,原来是从家到学校吧 后来是从学校回家 前三分之一时间乘车,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不行 果真,是把时间分三段 好,读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如果路程分半的话 它平均速度是不能相加除以二的 但是如果时间分 平均分几段,就可以把这速度加起来除以三 是不是这样的 好,那么结果去学校的时间比回家所用的时间多两个小时 以致小民步行每小时走五千米 而骑车每小时走十五千米 问的是小民从家到学校的路程是多少 就这么简单 好,能画图吗 可以吧,我们可以画一个图来分析一下 你看一下 第一次路程分半 是吧,前面一半它是步行 步行速度是五 后面一半的速度是十五 好了,然后呢 第二次呢,它是分三段 这是时间评分,对不对 时间评分 就是时间评分 它前三分阶段是乘车 乘车是不是 是十五的 因此前三分阶段它可能走了这么多 好,它速度是十五 后三分阶段是步行 是吧,步行 步行呢 是五 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我这个图画的不够标准 不够标准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去分析和做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边讲 第二次的平均速度我能求出来吗 能 这里的平均速度等于谁呢 能,能,能 这个平不好写 好吧 第二次的平均速度怎么求呢 由它三分之一是乘车 三分之二是不行 因此我们就想 相当这里有一个是十五 是吧 这里有一个是五 这里有一个是五 是吧 分三段嘛 是不是 这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二 加起来出一截啊 出一三 是不是 没多少呢 你看 是不是三分之二十五 是吧 就等于V平 就第二次的平均速度是不是三分之二十五 那第一次的平均速度呢 我们尽管说不能两个相加除一 但是我们总得能算出来吧 是可以算出来的 大家可以这样来讲啊 这样想 平均速度的公式其实就一个 大家时刻记住 等于S总 除以T总 是不是 但是S总是谁呢 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T总我也不知道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假设吧 那平均分嘛 假设这是达面一 这达面一 行不行 好 这段是一 这段也是一 那么总路程是不是二 是不是 那么这里的时间是不是一除以五 而这里的时间是不是一除以十五 能不能这样算出来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就可以这样 是不是 那因此呢 他加他就十五分之三 再十五分之四 十五分之四 二除以十五分之四 那就是二乘以四分之十五 二分之十五 对不对 因此这里可以算出来 等于二分之十五 是吧 二分之十五 那么因此我们知道 这里的平均速度是二分之十五 这里是三分之二十五 那么 我们就让速度比是知道了 速度比我们是可以求出来了 那时间比是我们能求出来 能不能 速度比是二十分之十五 比上三分之二十五 那么我们来比一下是多少 就二分之十五 比就相当于求嘛 对不对 除以多少呢 除以三分之二十五 好 等于谁呢 我们来算一下 就二分之十五 是吧 乘以多少 乘以二十五分之三 是不是 好 二十五跟十五 同时除以约去 是多少呢 他跟他 同时除以五 他是三 他是二 对不对 好 是吧 他是五 他是三 你发现是九比十 是不是九比十 也就是说 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是九比十 由于路程是相同的 速度之比是九比十 那时间不是十比九了吗 也就是前面的时间比后面的时间是不是十比九 而我们知道呢 前面的时间比后面的时间是多两个小时的 是不是多两个小时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比九处理一下 就变二十比十八 行不行 可以啊 二十比十八 那相当 这里是二十个小时 这是十八个小时 那不就刚好多了两个小时吗 是不是 把那个比例稍微灵活处理一下 为了变我们的运用 那因此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是用二十个小时 就用了十八个小时 那路程呢 不就是用二十 乘以二分之十五 或者用十八 乘以三分之二十五吗 你喜欢哪个呢 都行 比方说我用二十乘以二分之十五 约去是不是一百五十天米 好 或者说十八乘以它 约去六六乘二十五 是不是一百五十 对不对 都可以 因此我们的距离 就是一百五十千米 教题大家亲近半了吗 OK 没有问题的吧 那教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OK 好 那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它的过程 我这个过程还是有点乱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第一次去的时候 平均速度是二分之十五 回的时候呢 是三分之二十五 因此时间这比呢 就变成二十比十八 那多两个小时 刚好因此我们的路程就是 一百五十千米 那么这个题呢 它就是我们平均速度的两种 最常见的考察方法 一种就是把路程分段 另外一种是把时间分段 把时间分段好说 直接相加平均 把路程分段呢 也好说 我无非就把一小段当大面一 分两段 这是一 这是一 整体就是二 是不是 根据我们的平均速度总路程 出一种 总时间 一样没有问题 OK 它分三段我也会 把每段都当成一 对不对 OK 好了 那这总结题 我们就说的差不多了 那就是平均速度最常见 两种考法 那么第二就是比例 跟方程法解体 在这里我们设计到 一点点比例方法 就是时间的比 跟速度的比 对不对 什么正比反比这些 我们设计到一点点 方程倒是用的不多 但是教廷 也可以用方程来做 你没有发现吗 可能有同学呢 在自己做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就是 把讲义打印出来了 要他自己先做 他可能就用方程的方法来做的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没有 是有的 好吧 这方法是相通的 像大家四大金刚 都要了解一下 至少要了解 不说每个方法 都来做一遍 好吧 好 这个题就跟大家 讲到这里